大家好 我是小董 我们要切一块大料子啊 这个料子18公斤 好便宜的 30张 30张去切一下看看 会不会涨啊 这就是买个头的 今天就不露脸了 穿的有点清凉 这块料子呢 也不是多贵的东西啊 咱们就直接正中间一刀 看看能不能剥一条镯子 打灯下去的话 很多地方都是看到有弄化表现 然后局部还有点定位的 咱们搞一档 直接搞一档 料子准备切 在这边看到了 一个黑石头大涨了 咱们看看 正是应该是薄薄的下了一天有力 我们看一下研究一下 学习一下 黑石头啊 不过这个料子开窗 就已经开得涨了 然后切的 哇塞太漂亮了 手着坨坨的了 黑石头啊 要好的也是非常好的 垮的也是黑石头多 以后咱们看看碰到这种皮壳切一个 啊这个皮看看啊对这个料子没切的时候就贵的啊 看这个皮45万的这个45万切的这个只是盖子啊好了开切看看3000块钱的东西能不能切出好货了啊 猪大涨好了 这料子有点大啊刚才应该用大的这一摊 还有这点没切开可以直接撬开啊这样看呢好像是种还可以的来了撬开吧 拆下来再撬嘛直接撬 直接撬 拆下来再撬啊 拆下来撬 直接撬开 不得不得不得啊 不得不得你再摔下我了 没事没事 撬了 开开开看 开了开了 好了 开开 哎呦猎多啊 还行啦啊 3000块切成这个样子已经很不错了 那种还挺好的 看到没有 就是牌子掉坠料 还可以 没款 论价钱来说的话 没款